可能起步或中間會很難 但最後一定會見到剛見到成果 我是李蕭穎雪絲 我是一個香港單車運動員 大概中二時正式接觸單車 那時在練習跆拳道 隔壁的教練是三方鐵人的教練 然後看著我跑得很快 然後就叫我過去練習 誰知道踩下踩下就覺得 原來踩單車的速度感和變化是這麼大 最後是被單車吸引到 十年左右 對我來說又吞又狠 林大輝當時變成全職運動員 其實都已經差不多六、七年 疫情的時候沒有比賽 沒有目標就會特別容易迷失 可能狀態不好的時候 有些少許迷失的時候 就可能會覺得悶 我之前在場地那邊的成績比較好 我不是太喜歡踩公路 以及我不是太喜歡爬山的訓練 那時就覺得 為何要有踩單車 很累 很累 但也因為踩單車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新的經驗 有很多成就 所以都覺得踩單車 為我帶來了很多 我覺得踩單車最大的得著 可能真的令我見識了很多 如果我是一個平凡的 可能讀完書 或者可能在工作 但是我可能會很普通 每一天就是 早上五、五、五地上班 但我現在令到我可以 首先去到不同的國家 認識到不同的人 然後可能在訓練的時候 和比賽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方面的專家 都會跟我們聊天 令到我們會知道 有很多新的不同的知識 我覺得這些是踩單車 才可以帶來的 我過程中最享受 應該都是比賽的成功 因為那種喜悅 其他東西是代替不了的 之前所有的訓練 所有很辛苦 但都會是值得 特別是比賽最後一天 就覺得所有壓力 所有比賽都完結 可以正式地放鬆心情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 如果是首先在訓練上 有時候功勞訓練場 可以200公里 200公里其實都要踩五個小時 還有我們在昆明 在馬場一圈一圈 圍著一個圈踩200圈 其實真的很悶很累 其實那時候就是覺得 為何會選擇踩單車 踩單車真的辛苦 不如主要用其他東西 讀一下書 一早早就讀書 但練完之後就會很開心 比賽上當然有很多失誤 能力不足 但我覺得就算我能力不足的時候 我會令自己又更加有目標 知道別人在哪方面比我好 我自己會有目標去繼續追 令自己在某方面會再進步 如果選擇時我絕對會選擇彈車 我覺得我從小到大的 好勝心都比較強 其實我都很喜歡比賽 就算比賽有時候輸贏也好 我都很享受 很開心 認識到身邊的不同的人 認識到這個世界 其實知道世界很大 然後自己也會繼續去衝擊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成就 我會希望下一屆的阿魂 可以有更好 即是比這次的兩眼一童 有更好的成績 希望可以衝擊到今排